HELLO 大家好 我是Dino 那今天教大家打這個冰雙弓箭手 那他最常用的技能就是往前發射三隻弓箭 傷害又高而且會反速 可是他前置時間還蠻長的 可以利用這時間慢慢到他背後 之後就是黏著他沒有錯 打弓箭手就是黏著他就對了 那他就會起笑 沒有錯 像這樣你看 那他隱形也沒關係 因為隱形你可以用我們的空白箭 打近距離 那這個箭矢魚就是離開他就好 那這BOSS也不難 OK 那打到他可以獲得他的緩速技能 然後之後可以做皮革 那他的位置 這是位置 在傳送門的旁邊 OK 那今天繼續教大家 這個是碎石頭石 先帶大家跑進去 那外面的守衛啊 超級無敵多 要慢慢打 可以的話帶一個 一兩個鼠藥 不然要打超久 那他這個礦殼啊 有非常多的銅礦 超級無敵多 那個打完BOSS真的要拆一波 多到一個不行 你看 右邊兩根 左邊一根 裡面還有 超多 OK 清完了 那我們來打BOSS 那這個BOSS就是 右手舉起來 會放出一道衝擊波 那你千萬不要在衝擊波上面 不然的話 你會被K OK 那這種還好 那他 斧頭舉在腰上 就是原地轉圈圈 那我們實戰 躲一次吧 那他會召喚小兵喔 不過小兵還好 至少不會像上次一樣 強化 那他砍他的時候 就 砍個兩刀 我覺得這樣就夠 那這裡就是太充 砍個兩刀拉一下這樣 那他血量過半會放大招 喔原來會被炸到 那這種大招是十字型 衝擊波 欸我手 我手 那一樣標在衝擊波上面 雖然他傷害又夠高 不過 不過 有一點分鐘 那打倒他就可以用他的衝擊波 那技能超強 超級好用 OK 那我們下一期再見囉 在中間 那麼大家掰掰 再見 這是在中間 紅白海 那邊 你做的 multiplied 你看到 看到